微光透过云层黎明到来的荒野中 一个满身鲜血的女人亮枪出现 她走走停停显然以筋疲力尽 女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又为何伤痕累累 这一切还要从24小时前说起 大家好 我是探长K 欢迎回到不影大案局 今天让我们来翻阅动作区051号大案 恐惧暗夜 台四是一名退伍女兵 曾在伊拉克战场保护重要人物 那段可怕经历让她变得沉默寡言 待人冷漠 对任何事物都充满警惕 与家人也无法和谐相处 大姐贝斯一直试着改变台四 碰巧小妹露斯即将结婚 贝斯便决定在父母留下的老宅 为她举办单身派对 顺便叫上台四 希望她能融入其中 可当台四看到贝斯的朋友 布里与迪威亚时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她并不知晓今晚还有其他人 但事已至此 台四也只能在贝斯的事宜下 不冷不热的和他们交谈 好在这尴尬气氛并没有持续太久 四人便驾车朝老宅赶去 路上他们停在一家便利店 贝斯的另外两名好友 米亚和艾斯特正在此等待 就在几人采购物品时 三个男人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主动搭讪 台四听到声音走来 他让米亚二人先离开 自己留下对满脸猥琐的男人一通嘲讽 并指责其不配戴军队的帽子 为首之人听到这话顿时不乐意了 上前一步强调 自己曾在欧洲服役 可这却让台四更加不屑 因为九星沙场的他最看不起的 就是这种在和平地区混日子的士兵 眼看双方就要爆发冲突 贝斯席蒙开口劝台四离开 不过台四也没有善罢甘休 离开时故意划伤三个男人的汽车 差距结束 众人经过几个小时的行驶 终于来到位于郊外的老宅 这里风景优美 景色宜人 可当看到两名陌生的管理员时 台四再度警惕起来 但贝斯却不以为意 毕竟他已经提前打过电话 再加上众人只在这里待一晚 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台四仍放心不下 决定找个机会前去询问 不久后 一帮姐妹在草坪上开始茶话会 叽叽喳喳地谈论着遇到的趣事 台四坐在他们不远处 却孤单地像隔着一个世界 不过他并不在意这些 目光始终紧盯着那两名管理员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就在这时 一个古灵精怪的女人突然抱住台四 正是他最喜爱的小妹露斯 随着小妹出现 台四脸上才终于露出笑容 可当他看向一旁露斯的好友诺埃尔时 嘴角又再度搭了下去 等二人加入茶话会 台四也开始自己的行动 他捏手捏脚地溜进管理员小屋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两名管理员突然返回 台四急忙躲在暗处 意外听到他们今晚要开始行动 这让台四心中一惊 看来这两人的确藏着什么秘密 等管理员离开 台四也回到老宅 不料推开门又看到一个陌生男人 他再度警惕起来 语气严肃地询问对方是谁 被四听到声音赶来查看 不耐烦地提醒台四 不要一直神静唏唏 那只是自己请来的厨师 台四不愿在这件事上浪费口舌 转而告诉贝斯 管理员有些可疑 但贝斯根本不信 他已经询问过父亲 那二人是新雇的员工 再加上今晚是路斯的单身派对 不要因为多疑毁了这一切 贝斯说着推来一瓶酒 劝台四借此放松心情 可台四因为饱受过去净利的折磨 生怕自己会喝完酒后失控 他犹豫再三 还只将酒瓶放下 但屋内中人就没有这份困扰了 他们喝酒聊天十分欢乐 这时那名厨师端着食物走来 他忽然播放起动感音乐 又脱掉上衣 原来男人除了会做饭外 还是一名舞男 他也是贝斯送给妹妹的礼物 暧昧的动作瞬间将戏份燃爆 可露斯心里却没那么开心 他始终挂念着孤单的二姐 最终不顾贝斯劝阻 毅然来到屋外陪伴 这让贝斯再也忍不住 带着满枪怒火追了出来 直言邀请台斯就是个错误 他一人毁了整个派队 就在贝斯大发雷霆时 一道破空之声突然传来 姐妹俩定睛一看 竟发现露斯胸口插着一只箭矢 寻接着又有一只射来 贝斯背着可怕场面下的魂飞魄散 好在台斯仍保持冷静 迅速抱着妹妹躲进屋内 众人见状同样大惊失色 台斯希望贝斯能联系外界求助 可贝斯已经被吓傻 完全不知所措 一旁的艾斯特听到这话 自告费用前往二楼 因为老宅里没有信号 必须要到楼上窗户外 才能拨通电话 眼看所有女人都陷入惊慌 五男站出来想稳定局面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箭矢射穿脑袋 这下众人更害怕了 尖叫声几乎要掀翻房顶 台斯只好让他们安静 而后小心翼翼的来到窗外查看 发现屋子已经被汽车包围 顿时明白对方准备闯入 警方下令关闭所有灯光 并堵上房门 这招果然有效 外面再也没了痛警 但台斯明白 拖得了一时 拖不了一世 唯有反抗才能拼出一线生机 并让众人去搜集可以防身的东西 可还没来得及行动 又有一只箭矢破窗射来 吓得众人惊叫出声 不过这却让台斯反应过来 外面的人显然不想把动静闹大 所以才会选择弓箭做武器 可究竟是为什么 到底什么人会如此处心积虑地袭击他们 台斯想不明白 决定先去看看停在后院的汽车 结果发现一个蒙面人正逐一扎破车胎 台斯现状决定一探究竟 他和众人约定暗号 接着从后门溜出 手持利刃 悄无声息地接近蒙面人 直接一刀插进对方拨梗 刹车间先写四线 蒙面人很快便失去姓名 台斯揭开他的头盗 发现是一个陌生面孔 心中的疑惑再度加深 只能搜出钱包后迅速返回 等台斯猫着腰走进屋 发现工具已经搜集完毕 他拿出男人的钱包 询问是否有人认识里面的照片 结果女人们都一脸茫然 不知道这是谁 台斯并没有泄气 他想到在二楼打电话的艾斯特 决定上去查看情况 不料艾斯特早已被箭矢夺去姓名 台斯心中一惊只好将这个悲伤的消息告诉中人 迪维亚听到这话忍不住了 将矛头对准台斯 认为是他害死的艾斯特 而台斯也没惯着他 直接反驳道 接下来由你指挥 带领我们活下去 一句话让迪维亚不敢吱声 就在屋内气氛陷入僵局之时 一道刺耳的喇叭声突然传来 只见一个神秘人手持弓箭来到大门前 朗声表示 自己只是想进屋拿个东西 只要女人们乖乖出来 便不会有事 否则将让手下展开强弓 但台斯明白 这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是不会留下活口的 暗暗摇头 示意众人不要相信 不过他们显然更在意另一件事 所有人的目光看向贝斯 询问他屋里藏着什么 可贝斯也是一头雾水 高压之下 他扯着嗓子告诉神秘人 你找错了 屋内根本没有吃钱的东西 但这番话显然没有半点作用 神秘人仍坚持要进屋寻找 忽然间 台斯眼前一亮 他从口音听出 神秘人正是白天在便利店遇到的男人 迪维亚抓住机会再度开口 指责台斯惹下麻烦 连累大家 布里也随声附和 表示既然台斯当过兵 为什么不冲出去解决他们 这离谱的言论连贝斯都听不下去 急忙让他闭嘴 与此同时 神秘人巴特的忍耐也到了极限 威胁说要杀光屋内所有人 接着不断朝大门射箭 企图以此让女人们崩溃 不久后 同班迪克火急火燎的跑了过来 告诉巴特 在后院发现好友的尸体 这让巴特勃然大怒 明白一定是台斯下的手 决定让其血债血偿 但迪克已经有些害怕 建议就此放弃 巴特听了毫不忧欲开口拒绝 他已经准备六个月的时间 而且这座房屋即将被出售 必须在今晚找到想要的东西 就在巴特思考如何进攻时 台斯同样在想着对策 他记起父亲曾在不远处的工具房 存放猎枪 决定主动出击 前去寻找 但巴特他们装备齐全 贸然离开 一定会被追上 所以台斯需要一个吸引注意力的右耳 此话一出 众人都低下了头 毕竟谁也不想去送死 台斯见状又提起另一个方法 管理员小屋里有一台固定电话 可以借此向外界求救 但他无法确定管理员和巴特 是不是一伙的 所以这个方法同样极为冒险 眼下只有这两种选择 台斯索性让其合二为一 只需要一个人吸引巴特注意 跑到管理员小屋打电话报警 自己则趁机前往工具房 拿到枪后回来拯救大家 这时 一致沉默的米亚突然开口 依然决定充当诱饵 因为他曾是田径运动员 是姐妹里跑得最快的人 米亚掏出车钥匙 告诉众人 如果我不幸遇害 可以用我的车逃走 说完 他绑着头发 换上运动鞋 带着姐妹们的期盼 起身离开 当二人来到后门 米亚突然毫无征兆的 向台斯表白 他明白 此去凶多吉少 不想留下遗憾 台斯也清楚这一点 并没有多说什么 米亚猫着腰溜到屋外 超巴特大声喊叫 见对面发现自己后 转身面头 一名暴徒见状 急忙坠去 台斯趁机冲出后门 跑向工具房 很快 米亚顺利来到管理员小屋 可等他拿起话筒 才发现电话线被人切断 此刻那暴徒已经追来 晃动着弹簧刀步步逼近 围起关头 米亚顺手抄起桌子上的雕像 拼尽全力将暴徒打倒 而后发疯般 骑在他身上不断砸下 直至其血肉模糊 生气全无 做完这些 惊魂未定的米亚 带着满身鲜血淘进黑暗 而台斯也已经冲进工具房 推开门帘 竟看到大批正在培育的违禁品 乡里走 又发现两名管理员 被绑在椅子上 生死未捕 台斯上前查看 没想到其中一人突然苏醒 他急忙撕开塑料袋询问情况 在台斯的一再逼问下 管理员只好承认 一切都是自己害的 原来 他们俩暗中在工具房种植为禁品 卖给附近居民 并把赚来的钱藏在老宅中 不料巴特得知后 带人前来黑吃黑 管理员为了活命 便谎称台斯等人是自己女友 所以巴特才会包围房子 展开屠杀 这番话让台斯火冒三丈 没想到今晚的一切都是无望之灾 但眼下说这些已经没用 台斯决定释放管理员 让他和自己回去拯救其他人 管理员听到这话连连答应 于是台斯割断他的束缚 转身打开柜子 却发现父亲的猎枪不翼而飞 同时管理员起身就跑 直接背其承诺 不料迎面遇上追来的迪克 当场丧命 解决完管理员 迪克揭开面罩 决定为好友复仇 但台斯根本懒得和他废话 直接丢出匕首 趁机抄起叉子 生生结束其性命 此刻前生的四人正在屋内忐忑等待 忽然听到前门被人敲响 迪维亚以为是台斯返回 如抓到救命稻草般 起身要去开门 诺埃尔突然觉察到不对 台斯怎么可能从前门进来 可等他想要阻拦 却为时已晚 迪维亚刚拉开一道门缝 箭矢便瞬间射进他的水里 三人顿时被吓得魂不附体 四散而逃 紧接着巴特破门而入 在屋内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 尽管被刺三人尽力躲藏 可这方寸之地根本无处藏身 最终只能被一一揪出 看着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的三人 巴特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 询问他们台斯去了哪里 玻璃听完 急忙竹筒到豆子般说出所有计划 并将一切推到台斯头上 只求能放过自己 但他出卖同伴的举动 并没能换来活命机会 反而被满脸不耐的巴特一刀风猴 这血腥肠面下的被四二人惊声尖叫 巴特懒得和他们浪费时间 命令同伴留下看管 自己去阁楼找钱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刚离开 同伴便动了歪心思 二人看着楚楚可怜的贝斯与诺埃尔 一时间色心大气 如挑选猎物般分配起来 就在这时 诺埃尔忽然看到台斯出现在门后 灵机一动想到主意 只见他起身来到一名暴徒面前 不断言语挑逗 让二人的目光牢牢定在自己身上 台斯趁机上前 抄起斧头 披向面前暴徒 同时诺埃尔攥紧地上的消脾气 猛然刺出 和贝斯联手解决另一人 这下局面彻底扭转 台斯嘱咐二人快点离开 而后拿起匕首走上阁楼 正看到忙着装前的巴特 得知同伴全部丧命 巴特一时间慌了神 不过他心中却也生出一丝疑惑 像台斯这样强悍的女人 为什么会有个毒贩男友呢 听到这话台斯面无表情的解释 自己只是来参加派对 这下巴特终于恍然大悟 明白上了管理员的档 可即便如此 他仍没有认清局势 竟向台斯保证 只要自己带着钱离开 整件事就此结束 这让台斯直觉好笑 冷冷表示 他们早已不死不休 眼看他态度坚决 巴特也不再废话 展开最后的生死大战 一切趁爱落定 台斯迎着出生的昭阳坐在门前 喝起那瓶被打开的啤酒 昨晚酣长淋漓的杀戮 让他仿佛回到战场 需要久经来麻痹狂跳的心脏 不久后 台斯来到警局报案 他隐瞒真相 将巴特等人的死 说成分赃不均 自相残杀 警长虽然不相信 这天方夜谭般的故事 但毕竟死的都是尹君子 他也懒得追究 警告一番后便放台斯离开 台斯与贝斯二人拥抱道别 走出警局后 划上警车 和等候自己的米亚 一起离开 使向崭新的生活 《恐惧暗夜》是上映于 2023年的动作电影 如果以五星制来评价本片的话 RK认为角色三颗星 李美琪尽管不再年轻 但风采依旧 瘦弱的身躯 仍表现出十足的力量感 故事两性半 本片剧情简单 前半段节奏较为缓慢 不过进入正题后开始紧凑 氛围也变得紧张 可惜除了女主台斯外 其余角色纷纷沦为酱油 再加上反派设定过弱 让整部电影沦为平庸 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 这部李美琪最新作品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K探长 一定会尽力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 我们下个答案